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活动 我们这一场的主题呢 是文学与现实生活中的犯罪 很高兴邀请到了我们当代中国非常 可以说是中间作家 这个阿姨先生 对 欢迎 那么我想这个主题本身呢 并不是特别轻松的 但是关于这种就是极端状态的题材 在文学当中 它一向都是很多作家会特别关注的一个题材 那么这一场之所以邀请阿姨先生来做这个主题的一个 他的一个发表 我觉得也可能和他的作品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特别的关注 就是集中于这样的一个题材的 那么像这一类题材 在您的作品当中 就是特别集中的关注 我想会不会和您之前 就是第一份职业 这个警察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本身有关呢 有很大关系 因为 我在考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的成绩也只能上警校 所以我就好像是被迫去做了 读了三年的警察学校 然后又做了五年警察 这个在我人生中 那个有个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这段从业经历以后就是我写作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材料来源 实际上我后来 我后来离开警察岗位 我是26岁离开 26岁到现在42岁有十几年的功夫 我一直在城市生活 在北京 在广州 上海生活 但是这一段生活其实一直就没有成为我写作的一个材料来源 反倒是在江西省一个小镇上做警察的这一段生活经历 一直就成为我的一个写作的材料来源 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通过一些我接触的案件来思索 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 这是一个职业的敏感性 我相信有很多警察或者是法官或者律师 他也会好奇 就是说一个当事人或者是一个罪犯 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然后因为我写作 所以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思索带到我的写作里头来 就是关于比如说在现实生活 就是这样的一些素材 他主要是来自于以往所接触的一些真实案件吗 有很多事的 即使它不是真实的案件 它过去我在一些案件 或者是在一些 也不算案件 一些小小的纠纷中 我看到的人 他也会出现在我的小说中 像有的是来自于报纸 就是报纸上的一则简短的新闻 比如说我的 就是被翻译的最多的一部小说叫 英文名叫完美罪行 就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就这本小说它实际上是当时我看到的一个心经报 上面有一个简短的新闻 就说有一个高三的男生 他杀害了他的同学 女同学 然后呢就是因为那个警察和报纸的记者 都找不出他杀人的动机 所以就把他 把这个案件定名为无由杀人案 就是没有来由的一个杀人案 所以当时就报纸报道了他的理由 就是这个案件的那个作案动机非常奇怪 所以我一看这个我就想 我自己也会想 他为什么会杀人呢 为什么会杀人而没有理由呢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条新闻 就后来把它写成了这部 应该算是一个小长篇 实际上很多报纸上的一个很小的新闻 会成为一个写作者 一个长篇 或者是一个巨大的材料来源 像俄罗斯的《托斯托耶夫斯基》 他的《卡拉马祖夫兄弟》 就是这部很伟大的作品 很长的作品 其实是来自于当时俄罗斯发生了一起文明全国的一个事负案 就是儿子把父亲杀了 然后像法国的斯堂达尔 就是写的红与黑 它实际上来源于 一个人杀掉了他的情妇 而且是作者去了解了这个事情 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就是来自于一个简短的很简短的一个报道 然后它其实是这个报道就像一个导火索一样的 就把那个作者对这个社会的认识 其实是引爆了 其实就是引出来了 实际上当时的这个 我在报纸上看的这个年轻人 就是杀掉他同学的这个新闻 实际上把我很多对这个社会的思索 这种给带出来了 所以我就最后写了这部小说 下面我该感谢什么 这个作品我读到也是印象特别的深 对就是假设 比如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一个 杀人案件的报道 可能会从各种角度去分析 去揣测这个杀人者的一种作案动机 但是恰恰在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呢 是把在他被受审判的一个过程 好像是以他为主角 以他的一个视角来分析 他怎么来计划 怎么来行动 以及之后怎么逃亡 还有在审判过程当中 我也看到很有意思的 那个审判者反而变成了一个 一个好像在从他的角度来看 是变成了一个被分析者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他们所分析 而那些审判者所分析出来的原因呢 恰恰是他觉得不成之为原因的原因 那么这样的一个文学的处理方法 好像是有一点接近于那种存在主义哲学的 关于人的生命困境本身方面的一种探讨 对吗 你说得很好 就是 其实我们的这个社会是一个解释系统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很多事情 他因为经过了各种人的 各种身份的人 或者是各种机构的解释以后 他已经违背了他的真实情况 怎么说呢 就是 其实这个小说的原型 他的那个后来 我接触了很多的他的那个报道 就会发现有很多 比如说心理学家 教育学家 还有政府机构 还有警察本身 他会每个人 他会从他自己的这个机构的角度触发 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解释 而这个解释是我认为是 对这个案件本身 或者是对这个作案人 这个作案人是万恶不赦的 是一个很凶残的人 但是我认为还是对他的一个欺凌 或者是一种 怎么说的 是一种赤夺 就是说 掠夺了这个 剥夺了这个犯罪人的 这个罪犯的他 对这个案件的真诚的一个解释 而是用他的政府的一种 套用的一种公式化的语言 来解释这个案件 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人分析 就是说有人认定 就是这个人杀人 是因为他承受不了 即将到来的那个高考的压力 而实际情况是 他根本就没有压力 因为他只需要 简简单单的通过考试 他就有那个关系 或者是后 大陆就要走后门 他就可以 因为有这个关系 他就可以上一所很好的学校 所以他根本不用 为了这个硬式教育 为了这个考试去担忧 或者是什么 但是有一些媒体 或者电视 或者报纸 就认定他是受不了 这个教育制度的压力 而选择了走险 去把同学杀了 实际上他们这个解释系统 他的目标是为了借这个杀人案件 来抨击那个考试制度 高考制度 就是完成他们的一个使命 实际情况的真实原因是 这个男孩子他杀人 跟这个教育系统 跟这个考试制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就是 我是尽量的是要还原他的真实情况 就是 其实实际上是这个小孩 他是这个 这不是小孩 他是一个18岁的青年人 他实际上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孤儿 我是这么说 就是你刚才说的 是一个存在的一个困境 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 觉得使用自己 这个词就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使用自己 他没有办法就是说 跟这个世界和社会取得一个亲缘关系 所以他最后他铤而走险 他去杀人 然后玩一场游戏 就是猫和老鼠的游戏 他来充当那个老鼠 然后警方来充当那个猫 然后来玩一个追逐游戏 然后就想把这个人生给打发掉 是这么一个来源 那这个好像您说这个猫和老鼠 还有就是打发掉 我记得您在另外一篇作品 就是《先知》里面有说到 就是关于人如何面对时间 就是人在生存的时候 可以做的努力 一个就是自杀 还有一个就是杀时间 而杀时间呢 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一个就是暂时地去征服了时间 让自己生命感到充实 还有一个呢 可能会被时间所击溃 所以就是这里其实还是会处理生命当中 如何去和时间来正面交锋的 这样的一个哲学的命题吗 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 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在小说里面 放在《先知》里面 以一个疯子的角度来提出这个概念来 实际情况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不是人类而是人 就是一个人怎么来应对时间 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从一早上开始起床 以后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时间 我们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 都应对得很好 比如说我们几点钟去接孩子 几点钟去给公司上班 几点钟下班买菜 这些我们都应付得很好 但是在我们之外 会有一些人他应付的时间 应付得很差 他会拖着他自己的身体 很百无聊赖的 游荡在赌场的门口 然后会去在酒吧的门口 他不知道怎么打发自己 就说我说不知道怎么使用自己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时间对他来说是特别的难以 考虑一个人就是 切格罗拉 就是阿根廷的那个革命家 他其实他患有一种疾病 就是哮喘 然后这个病其实是一直在折磨他 如果他一辈子都在和这个病 待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他在阿根廷他的家境也不错 他就会也会变得很无聊 所以他最后他处理的方式 我认为他处理的方式 就是到丛林里面去打游击战 所以到最后到古巴解放了以后 他都坐上了古巴的一个政府的一个高官了 然后他还是把这个官给放下去 然后还是到丛林里面去打游击 我认为他这个就是很在思考这个人的时候 我就在想他可能是很极端的一个 来处理这些时间问题的一个人 是一个典型 因为我有生病 我也很长时间也在医院里度过 我也会发现人有各种各样的 他应对时间的方式 但是我没有坐过监狱 所以我认为在监狱里坐牢的人 他应对时间的时候会更可怕 这个其实我们要细想一下 就是我们可能是有工作 或者是有一个理想 或者是有自己的纪律来应对时间 但是人本质上是孤独的 也是无聊的 有一天就是在某一个时刻 我们可能在过这个 过人行道 或者是在等公交的时候 我们望一眼天空的时候 就会突然会感到一种 孤独感或者无聊感 就是突然一下觉得 自己和在时间在独自的相处 这个时候我相信 就会能理解我写的小说里面 就是那种状态 为什么这个社会上会有 那么变态的杀手 完全就是因为他处理不好时间 所以像您刚才讲到 像切割瓦拉 还有您自己的生病的一些体验 就是说 然后像这样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 也许可以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说 当我们处在某种困境 和对一种有限性 非常清晰的感知的 那种心境下的时候 会特别地激发我们 去认真地对待这个时间的问题 以及对待这种生命本身 就是敏锐地去体察 生命本身当时的一种状态 那么 然后您说 就是在某一个瞬间 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像您的作品里面 好像那种 有时候也看到 就是像那个 意外杀人事件里面 好像那种杀人 连环杀人的一个事件的发生 其实充满了一种偶然性 它没有一个 所以像这种偶然性 是不是像您说的 它是 那么为什么 就是像 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中 面对一个案件的时候 很难把它简单地 就归于这样的一个偶然性 而在小说中之所以这样处理 是出于什么考量呢 就是我当时的 我说一下 我写这个小说的动机 是因为我当时在一个 一个 一个面积 战地面积比澳门 要小的一个地方工作 是我们那儿 我是在一个小县城里生活 然后我在做警察 有一天我就在那个值班 值班时 然后就突然就有很多 报警电话打进来 就说杀了人 杀了人 然后开始我们以为 是杀了一个人 后来突然一下 好像一到审殿 就击打在内心 就会意识到 这个不同的地方 打电话过来说杀了人 那有可能是一个人 在一路在杀一个人 所以我们当时突然一下 就被镇住了 就觉得这个很可怕 就是有一个人正在 拿着一把刀 在沿街在杀人 所以所有的警察都冲出去了 然后最后是 其实是没有在街上 把他抓住 实际上他是跑到城郊 在一个天黑了 在一个老奶奶 老奶奶在拨花生 他就在老奶奶面前 那个地方坐着 然后在那个地方 把他逮住了 然后呢 逮回来了以后呢 就经过后来的鉴定 他实际上他是 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 那个精神病的状态 就是他杀人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 那个精神疾患的状态 所以最后按照法律来说 是判不了死刑的他 虽然杀了那么多人 而过很久以后 这个案件发生了很久以后 我离开了警察的这个职业 很多年以后 我才会突然想起这个案件 就想起了 我想起这个案件 不是想起了他的惊恐的程度 而是因为我想起了 当时的我们那个街道上的人 那个邻居 或者是市民 他们每个人都在说 差不多类似的话 就说就在议论那些死者 就说假如他不是提前一分钟 从那个街道里面走出来 他完全就可以和死神擦肩而过 假如说他不是要去买 不是去商店里买一个东西的话 他也可以躲过这个死亡 就是大概大家都说的是这个话 意思就是说他完全可以不死 就是说他在十几种可能里面 他最后这个死者 他是偶然的是走向了一条 通往死亡的道路 就是被那个外地的那个精神病人 给杀害的那个道路 所以就那个时候 整个现成人士 都好像都成了哲学家 都觉得整个命运是不可捕捉的 这就好像我们在这里 我们坐公交车 我们坐车开车 来到这个旧法院大楼听讲座 然后出门的时候 我们碰上了一个颠覆性的事件 比如说有一个美军士兵 他得了疯狂的精神疾患 疯牛病 他拿着机枪扫射 那么就是突然一下 你出门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预测到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好像有一种很悲惨的命运 或者是很叫什么 很残忍的命运 突然就强加在你身上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自己的这种是很脆弱的 有时候地震 或者是一个自然灾害 也能够带给人这种认识 比如说中国几年前 有一个汶川地震 四川的 突然一下地震就让很多人 他没有任何的防备 他就突然一下 他就家里就倒塌了 他的亲属就死亡了 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写这个小说的目的 不是在来呈现这种残忍和可怕 实际上这个小说的最关键的一笔 是在最后就一句话 就是为了让人们像一个 就海鲜里那个泵壳一样的 把这种灾难性荒谬性包容在自己的 这个生命里面 生涯里头 就是说要人来到这个事情 要承担这种偶然性 承担这种偶然性对自己的伤害 所以就是他被捕的那个场景 其实是我觉得在他被捕的前一刻 是感受到那种温情的 尽管他最后是被这种荒诞给击垮 但是那个温情本身也是想传递出来的 对吗 对 而且这个作品 我读的时候其实不仅是后面这样的一个 充满了偶然性的一个连环杀人的现场 还有就是前面的那六个人的故事 他们在某一个颤那好像有的是想要出走 然后有的他突然感觉到生命的无常 然后还有他感觉到那种尊严的巨大的受损 那些人物的故事我觉得本身就非常的精彩 而且那么这个其实让我感觉到您的每一个作品 在结构上其实是特别用心的在寻找到一种特别有意味的形式 在叙述这些故事 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做过报纸的编辑 我就会在考虑 因为我当时我就做报纸编辑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我编辑的作品 就是新闻作品 它要和我的同行竞争 因为同样的事情 基本上同样的新闻 它在一个城市里面有几家报纸都会报道 那么你编辑过的新闻 你必须要超越你的同行 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在你的新闻上面 那个编辑方面你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你在讲述方式上面要领先别人 否则的话 因为我不是一个正规的新闻学院毕业的人 所以我的饭碗就 否则的话我的饭碗就很堪忧 所以那个时候我喜欢读文学作品 我喜欢读博尔和斯的作品 喜欢读很多人的作品 他们都对结构比较讲究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变着法 而就是在那个新闻作品里面也玩一些那个讲述的技术 所以有一些读者还蛮喜欢看我的编辑的作品 后来我写小说也是这样 我认为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对你的所讲述的故事进行一些结构上的处理的话 那么你的读者你可能会留不住 他会觉得你这个作者还不如我聪明 那么他对你的尊敬之心他可能就会减弱 实际上我的看法和很多的批评家的看法是一样的 就是小说这门手艺或者是文学 他在19世纪以前 所有的应该都写得干干净净了 就后代的人写的那个故事应该在前面 甚至在古希腊的时候都已经发生完毕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二十世纪的作家 二十一世纪的作家 他要赢得在整个文学史上有所成立的话 他必须要在结构上面 就是怎么样去讲故事上面要去努力 否则的话你只不过是对前人的讲的故事的一个重复 那么你就说讲故事 你讲的内容你是超越不了莎士比亚和那些巴尔扎克的 托尔斯泰 这些人你是超越不了的 那么你只有在后期上在结构上面 进行一个努力 你才能慢慢地慢慢地 就是说对他有所靠近 就是这样一个 对 这种就好像鲁迅先生说的 他说好的作品 它是又有两个方面都是比较平衡 一个就是表现的深切 还有一个就是格式的特别 那么像您在做这种结构 叙事实验的时候 会借鉴一些前人的作品吗 就是或者说在您的阅读的这个所及 就是有哪一些作家会对您 在做文学实验的时候 有提供一些资源和启发 有的因为 我是一个 而且 这种来源是不固定的 就不说我是 某一个作家的 他的 他的粉丝 然后我就一直就按照他的方式写 实际上 这种对我产生影响的作家 大概有 我都认为有三四十个 这样的一个 我以前比如说最早 我最早喜欢卡普卡 像博尔赫斯这些 还有加密 海明威这些 但是后期的话 就会 会像一些 我认为是解决了 就是二十世纪里面 解决了 就是怎么样去 我刚才说的 用结构写作的 几个大的作家 学习 一个是 威廉福克纳 还有像 法国的马萨尔普鲁斯特 最近在读 乔伊斯的 尤里西斯 那部作品 但是我对 这部作品 我认为 他离读者 离得 还是太远了 太远了 所以我对 乔伊斯的评价 没有普鲁斯特 那么高 但是我一直 就是说 到 现在都是在读 史诗的作品 像 河马呀 淡丁 要么就是像 读 普鲁斯特 读 托尔斯泰 读这些 人类的 这些 交子的作品 我认为它是 人类 最后 就是说 如果是 把人类的文学家 淘汰了 只剩几个的人 那么就是 这几个人 就是曹雪芹 普鲁斯特 和托尔斯泰 托斯托 耶夫斯基 这么聊聊 几个人 那么我现在 就是在读 这几个人的作品 比如说 像一些 小型的作家 我认为 比如说是 卡佛 欧茨 耶茨 这些作家 现在就基本 不会去读了 因为就觉得 他的 写的东西 又不深 他的情感 又很薄弱 所以就是 越是那些 大的作家 像河马 像孔子 像司马迁 就是 越是这种 大的作家 他的那个胸怀 包括他的笔法 都是越 越让你觉得 陶醉 越觉得 人类之伟大 他实际上是 就是说 我们人类 为什么要 立足于宇宙 这么伟大的一个系统里头 他就是因为 这些伟大的作家 伟大的思想家 而不是因为 卡佛这些 小型的那种 小苍蝇一样的作家 所以可以打动人的 其实不仅仅是 他的一种 形式上的实验 而是他的一种胸襟 他的一种思想 他的人格的魅力 多方面的一种影响 对吧 那您刚才好像提到的 这个 喜欢读的作家里面 好像很多都是西方的 这个 就是现在作家 然后当然也有 包括西方的 这个 河马史诗 那么如果像您觉得 因为20世纪的中国作家 是受西方文学 影响比较深的 而现在好像也有一些 作家就开始 就是摸索去 如何融合西方文学的 一些东西 以及 还有就是 中国的传统的 一种趋势文学的魅力 这些方面您有 去做一些 准备 或者是 有 本身有关注到 这样的一种 融合的方向吗 我不太合格 因为 我的中文 就是 右功太差 我的 就是中国古代汉语的 右功太差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一代的 那个 都是有这种状况 实际上因为 就是 白话文 运动 导致了以后 就是 很少有 很少有 这一代的 或者是上一代的 中国作家 他能够像 清代的 或者是 以前的 文学家一样的 能够 把那个 传统文化 给传承下来 我们这一代 实际上是 接受的是 西方的 文学的观念 和西方的写法 所以我们 应该说是 我们是 我们这代作家 应该是西方的儿子 而不是中国的 虽然我 不是很懂外语 但是我读的是 翻译文学 但不是说是 来源于 中国的 这种一系列的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 这种继承人呢 就是有 我比如说 举个例子是 葛飞老师 清华大学的 葛飞教授 他 他实际上 他是 他为什么是 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既是西方文学的 一个继承人 又是一个 中国古代文学的 一个继承人 是因为他 他常年在学校 常年在学院里面 是从事教学 然后他也研究这些 金瓶梅呀 红楼梦这些 那么他自然而然 他就把那个 严重 传承下来了 这是跟一个人的 他的财力有关系 就是他有这么大的才能 所以他能继承下来 但是 他的 春近江南 有三部曲 就是那个 拿到矛盾文学讲 我认为是对 中国古代的小说 的一种继承 但是 真正到我们 这一代 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是主流的 就是这一代 就是很少有人 继承的这么好 基本上是断裂的 我认为是断裂的 和中国古代文化 是断裂的 如果谁突然一下 写出了那种 中国古代文学的那种感觉 现在他应该在中国 应该非常有名了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一个 我印象中好像就是 台湾的一位作家 张大春先生 他的一些作品 好像也有这种 往传统的叙事 叙事资源回归的一种倾向 对 然后您刚才提到的 葛飞老师 他应该算是一位 学者型的作家了 对 而且您好像我觉得 您的一些作品 跟他早期的一些作品 在气质上也有一些相通性 就是那种有一点宿命味道的 然后有一点那种 特别 那种偶然本身 有说服力去解释 人物命运的那种感觉 都是蛮相似的 对 好像我刚才的提问 有一点离帖 那我想 就是还有 就是我想请您介绍一下 您最新的长篇 然后还有长篇里面 好像我记得 有一个片段 我看过 就是那个 在天涯杂志上发表的 一个片段 叫做《亡命鸳鸯》 那您能不能结合 您这个最新的作品 来谈一谈 相关的一些 想要产发的东西 最新的长篇 叫《早上九点叫醒我》 它实际上写的是一个 是一个和澳门 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生态环境里的人 就是在目前中国的 一个乡村里面 一个比较凶残的人 我们甚至认为 他是一个小乡村环境里的 一个独裁者 他写了他的生平的故事 实际上他在当地 是作为作福 欺压百姓 但是到最后呢 他是因为喝酒 一下喝死了 然后人们就把他埋葬了 埋葬以后 因为政府是实行的是 火化政策 是不允许土葬的 所以就会有工作队 去把他的棺材给撬开 就要把他的尸体 要扔到火葬场去火化 在这个过程中 把棺材起开以后 就会发现 他实际上 他开始的死亡是假死 所以他在棺材里头 他就抓那个棺材盖 棺材板 所以就会把他的骨头 都会抓烂了 就会把皮肉都抓烂了 然后骨头都出来了 所以写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实际上是写 整个中国的乡村 正在走向没落的一个 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场景 一个社会风俗化的一个场景 就是可能你们不是很清楚 你们生活在澳门的时候 不是很清楚 中国的乡村 其实已经 就是这么多年的 一个农村的历史 就是在最近几年 已经走到尽头了 这个我跟葛飞老师聊天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上千年的历史 突然在我们眼皮底下 就那个农村的车轮 那个农村的那个齿轮 突然停止了润转 你就会发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农村 现在那个草长得跟人一样高 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些残疾人 或者是一些年纪特别大的 年老的老年人 他是没有办法迁移到城市里面 或者是他们还生活在那里 现在每天都有人离开农村 农村里的田越来越没有人种 然后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 所以我对这个情况就比较敏感 所以我实际上写的 好像是一个大撤退 之前的一个狂欢 就是以一个村霸 就是这个人 就是我写的这个对象叫红阳 他实际上他是写的他最后的一个 就像人死之前一个回光返照 就是这个农村历史 在中国要结束之前的最后一个村霸 我写的时候 在墨西哥有个作家叫胡安·卢尔福 他写的一个作品叫佩德罗·巴洛默 这个作品影响了整个世界文学 实际上我要写的这个人物 也是像佩德罗·巴洛默一样的 就是他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决策者 一个决定人物 但是最后这个人物 是在一个荒谬的历史背景下惨死 我就写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 还是像您之前有说过 好像看您访谈中有说 并没有一个想要从社会学的意义 去呈现一些社会真实的那种 特别强烈的一种想法 但是这个作品听起来 就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 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 其实是回到了一个比较传统的 一个叙事形态中去吗 然后有这种社会学方面的 需要去考察这个背后的 一种时代变迁和真实吗 对 因为我在这个小说里面 很大程度上是在写葬礼 因为我觉得好像葬礼是 整个中国农村文化 或者是整个农村叙事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存在的一个载体 然后这个葬礼以后也会消失掉 在中国 所以我觉得好像 我甚至是把它当成一个 物质文明的非 叫什么 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来写 目的就是 想让人看一下 最后一眼的中国乡村 就像你在傍晚的时候 看一眼最后的夕阳 因为我写这个 我不是很好解释这个 我写的东西是什么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传递一个感受 就是说你看了几十年的太阳 升起落下 那么我突然有一天 有人告诉你 你今天傍晚看到的日落 是最后你看到的日落 明天你就不会再看到这一次日落 那么我的小说也是这样的 你在中国你感受到几千年的 或者是一两千年的农村 这个生活 然后突然就在这个21世纪的今天 我告诉你 这个农村生活停止了 就是明天不会有太阳再升起来了 就是这种感觉 我写的小说就是这样 就是他乡村结束了 这个主题特别有意思 就是如果从20世纪长时段的一个文学脉络来看 好像也还没有一个作家专门来针对 21世纪前后这一段时间 这个乡村的大溃败 这样的一个来做一个比较舒展的表达 那么这个是不是好像就像 像一个预言一样 实际上这个你说的是预言也对的 就是说它也是一个巨大的真实 我这几天在澳门 多天来的 然后我就能感受到在公交车上 或者甚至是在飞机上 来到澳门来赌博的就有很多是 我们农村的后裔 就是大陆的农民 他过来赌博 然后农村在他们灵魂里面是存在的 但是在他们的地理上已经不存在了 这种感觉就很奇怪 就是说他们的后代已经 就是说他们生下的后代 是一定会忘记 那个曾经的农村环境 农村文化 甚至是永远忘记 在他们身上只是一些残留 我们会看觉得一个农村一个残留 在我身上也会看到一些农村的残留 因为我在小学四年级的之前 一直在农村生活 后来我就去一个城镇生活 实际上对农村的逃亡 或者不是 对农村的逃离和撤退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我的那个整个家族 就是我的小说里面 一个背景就叫爱湾 就是实际上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出生的地方 从我父亲开始 第一个撤退以后 到现在就剩下几个人没有撤退 就是老弱病残吧 就是因为他们走不了 因为他们因为在城里面谋生很艰难 所以他们在农村里面继续生活 这个整个我 从我出生到现在有四十年的历史 在这四十年里面 也可以说就是整个我的 我村里面就是那一个宗族里面的人 全部都撤光了 从那个乡村里面全部都撤光了 全部都到城里面去了 然后城里面的人 他们到城里的第一代以后 又往更大的城市撤 就好像他们要往 就好像那个地方有灾难一样的 人们要逃离那个地方 就是永远的都往大城市跑 一个开始是从乡村跑到县城 现在是从县城跑到城市 从城市跑到更大的城市 然后有一批中国人 大家肯定很清楚 实际上是跑到国外去了 那么在大城市 在北上广 这样的大城市 有一些人已经移民走了 那么我不知道 好像就是永远 就是土地就成了一个灾难之地 他们会往更多的应许之地去 往那个方向走 对 在我的 就是很惭愧 就是您的最新的作品 我都还没有看 但是就我的一个阅读 所得的印象当中 就是觉得您是特别能够结合一些 有社会学的考察意义的那种真实 还有就是人性内部的 很多的复杂的丰富性 能够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 然后在叙事的形态上呢 以及叙事的语言风格上 都特别有能够形成自己比较鲜明的风格的一个作家 那么我想其实在我们作家的 就是作家的文学世界里面 他写了 比如说如果结合今天的主题来看 有写了很多的关于犯罪的 关于死亡的 关于很多不完满的 甚至失去尊严的人的故事 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 我仍然能够感觉到 作者他就是要表达的那种 有哲学深度的 一种悲悯情怀在里面 对那么 下面呢我们还是想要开放一下提问 可以吗 好的 我想 在座的各位如果有问题 要问阿姨老师的话 可以举手示意 谢谢 好 谢谢阿姨老师 那个 我听今天的访谈 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正好阿姨老师喜欢加谬嘛 加谬说过一句话 就是真正值得被探讨的哲学问题 就是自杀 就是包括阿姨老师作品 也是围绕死亡 这一个主题来讲的 所以说 由此而来的一个宿命论 就是在我读阿姨老师作品中 我发现 每个人物出现的第一次 我就知道 他最后的下场 就在您的作品中 围绕的这个宿命论 是让我很着迷的东西 就是不像其他作家 就是我上来先给你一个背景 OK 我可能会对这个主角存疑 但是您的作品就是 我通过它的名字 和它的一两句话 我就可以判断出来 所以说 阿姨老师怎么看待 您作品当中的这个宿命 就是围绕在这个人物的宿命 或者说刚才您说的 就是当我们走出这个大楼之后 所面对的这一切 就是人好像不能够控制他自己 他只是被一种宿命所控制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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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我是觉得 你说得很好 我是觉得就是 我们当代人实际上 是和以前的古人相比 我们是 对自己的掌控权是不多的 在古代人那里 他工具很简陋 但是他整个资源 或者是社会 对他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 比如说他甚至 他的耕作 他要自己去操作 但是现在的话 很可能一个机器来了 就到农田里面去 就让他就变得没用了 要你这个人干嘛的 对吧 最近我在北京 坐那个出租车司机的时候 我也感受到一种忧虑 就是无人驾驶 那么无人驾驶的车 一旦就上市以后 他们取代了这个出租车以后 那么这些 这些司机 他们是开了四五十年车的 没有四五十年 二三十年车 那么他整个他的整个 我觉得那个 一早上起来以后 他就像 他的整个 那个生物中 就在提醒 我要去加油 我要去 哪个地方加油 哪个地方客多 哪个地方 机场 客人比较多 我要去接 我要应该在哪个地方 多绕一点路 多振一点钱 那么整个他是有一个 系统在他身上润转的 突然一下 那个AI 就是那个 科技 那个 智能车 来了以后 就那个 无人驾驶的车 自己就跑了 带着乘客跑 那么他就没用了 很多人实际上 那个司机 比我们敏感多了 他实际上 他已经身比较忧虑 就是在这种 生存情况下 那么整个人类的发展 也是这样的 就是科技越来越那个 把人的作用性 降得越来越低 而且有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我们作为看客 就是阿尔法狗 跟那个李世时 围棋世界冠军李世时 包括中国的科捷 他们在做这个 下围棋的时候 实际上人类是根本是 没有任何的环机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觉得好像这个 是一个游戏 是一个好玩的故事 一个好玩的新闻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那个 如果我们把我们 想成一个棋手 就是一个下围棋的棋手 我们会觉得很绝望 就没有 因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为他那种大的认算 我上一次参加了一个 几个小说 写小说的人 在一起的一个聚会 他们也是在这个场合 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小说 会不会被那个 机器写作取代 我当时的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一定会被取代 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个 很简单的原因 是查字典 我写东西的时候 我喜欢查字典 因为我觉得 一定要用更好的词语 来表达这个准确性 那么在机器人里面 实际上它的词汇量 它同时是拥有十个词汇量 我的大脑只有三个词汇量 那么我是在三个里面选择 它实际上它有十个选择 它会应用到最 一个大数据分析 应用到最好的那个地方 那么过了几年以后 如果就有机器来写作 它就设定一个模式 好莱坞的硕士模式 然后它迅速就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它讲的比你好 那么蔡水 你说 哎呀阿姨 你可以玩一个结构啊 结果它的结构 它人类的所有的文学形式的结构 都在它的程序里面 它可以选一个最高深的结构来 你就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 有点盲人 就觉得自己可能是 我可能讲的太远了 实际上我觉得 人是越来越没用了 除了到赌场发挥余热 没有必要再 如果天天有人给钱来 自己吃吃饭也行 我觉得 越来越就是如果 就我有一天啊 我再讲一下啊 就我有一天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人的堕落 就是一个 因为我的肺不太好 然后呢 就有医生说 你最好是换个肺 然后我觉得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伦理的底线 如果我肺换了以后 我就觉得我的皮肤不太好 那我的皮肤也会换掉 我心脏不太好 最后我只剩下一个大脑是我的 最后人家就会说了 你还要这个大脑干嘛呢 我给你抓一个那个集成电路进去 不是更好吗 这样你就永生了 然后最后我成了一堆铁 钢铁 最后这个人是我的 还是不是我的 最后他最后那个钢铁 那个他最后他说 他跟那个医生呢 或者是跟什么科学家说 这个钢铁走来走去也影响这个资源空间 我们不如把你做成一个芯片 那么最后你就成了一个U盘 那最后U盘又占了你 最后你就人存 你就在那个太空里面 就占一个尘埃 最后有一点点就是寄存 最后你就变成空气里的一点点 然后你又永生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思想跟你父母 给你的那个人 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 那我有一天我就做这个噩梦 我就醒过来了 最后我就成了一个傻 我就自从我起初冠飞以后 我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都没有了 然后这个问题太远了 讲得好吧 对像阿姨老师她刚才说就是在人工智能面前 到底文学到底人他有能够最后保持多大的尊严和自由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的活动 还有一位老师 好的 那我们可以留一点时间吗 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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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这个面对 和这个面对 我认为 我们看来 我们有社会 在哪些人的犯罪 是伤害的 如果你看到日本 例如 有一个社会 有一个社会 有很多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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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事情 也有很多事情 也有很多人的照片 也有很多事情 如果您行到 Singapore 例如 例如 我们有些助于 例如 击击 犯犯 通过 一个公司 的 击 所以 年轻人们可以 看到 你能看到哪些困难 在哪里的手段 在哪里的手段 也认为 我认为 社会 人们 你永远有些不好的草莓 在你身边 如果你添加好的草莓 你添加好的草莓 你会不会更快的怪兴 你会不会走 的不太好事 你得到哪里 你会得到哪里 你会发现 世界上自身 如果贡献 败和贡献 败业主要意面 你会感到担心 社会 values what society values first that's a big question the second question is in some cases like Monaco if somebody misbehaves they are considered persona non grata they are considered not good people so they are kicked out of the place so suppose in Macau we catch six people doing Chinese origin because we have 90% most Chinese in Macau and we say well you you are not good people to stay in Macau only six then everybody knows that if they don't behave they become not non grata people so anyway naturally Singapore has a very strong anticorruption law and that's important also because it sets the tune how people should not be so greedy you know so this is just a little comments for your consideration and analysis thank you will Yes 我来重复一下 刚才他提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看看世界上的话 就会发现有些社会 它是犯罪率非常非常低的 比如像日本 它是一个很文明的社会 然后每个人可能对自己的邻居都关 案有加 又比如说像是新加坡的话 他可能有专门设立 关于黑社会的这样一种博物馆 让青少年接受教育 知道犯罪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那这位先生他的观点呢 就是说 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可能会有一些好的念头 还有一些坏的念头 那那个我们是应该去 浇灌那些好的念头 然后把那些坏念头掐死在 萌芽状态之中 这是他的第一个评论 然后第二个评论呢 就是每一个人呢 都要学会面对世界和面对自己 那关于犯罪这个问题的话呢 还要看看他所在的社会 可能看重的是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最看重金钱 最看重物质的话 那么不可避免的就会有人 因为追求物质和金钱 而踏上这个犯罪的道路 那他说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呢 比如像我们澳门 你说有90%都是华人 然后有六个人因为犯了罪 被政府严处说 你不能 你就不是澳门人了 你要被驱逐出澳门 那其他的人呢 可能就会感受到 这个杀鸡儆猴的作用 就会知道 如果你犯了罪 有什么样的后果 然后他又提到了新加坡 说他之所以犯罪率低 是因为他反腐的力度非常的大 那大家都知道 贪污腐败的下场是多么的严重 这个就是他的两点评论 想知道您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不是很好 很多的了解澳门和新加坡的 这个社会状况 所以我本身后 我是接受了这位老先生的一个教育 学到了一些这个相关的知识 非常感谢 我实际上我了解的 还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况 对这个新加坡的和澳门的 这个情况我不太熟悉 也不好评价 但是我感觉这个澳门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治安很好 好 谢谢 谢谢你 好 那么其实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看 我看了阿姨老师的作品 他写了很多的 像我之前讲到 其实很多阴晦的 或者是死亡啊犯罪啊 但是归根结底 当我读完那些群体的故事的时候 我想到了李尔克的一首诗 就是沉重的时刻 说此刻有人不知在世界什么 地方无缘无辜的哭 无缘无故的笑 无缘无故的走 甚至无缘无故的走向死亡 但是这个哭笑死亡 都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 对 所以我们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 一方面作者的文学世界会引起我们的一种审美的感受和哲学的思索 而另一方面其实也能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 让我们看到一种社会的真实 对 好 那么今天谢谢大家 然后也谢谢阿姨老师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阿姨老师 感谢观看